大家好,今天是9月22日星期五 下星期的今天就是期止結算 兼中秋節前夕 所以一定會有很多事情要搞的 特別是下星期之後 國內有一個國慶黃金周 有一段時期是沒有北水的事情 一定會有很多事情要準備 所以這個星期或者今天開始 市道的變化 你看到它升,其實它未必真的好升 你看到它跌,其實它未必真的好跌 為什麼呢? 大家就保持著 下星期要縮回一隻殼 大家要打這些守衛波 無論淡油也好,好油也好 都要做這件事 北水呢,昨天還是繼續進來的 還有累積 所以這個平均線 看到有少少上升了 好了,再講完這裡之後呢 我們看看板塊方面 今天升的板塊會是多少少 為什麼呢? 今天是星期五嘛 很多人之前沽了,要平仓 因為不知道星期六、星期日 有什麼事情要搞嘛 所以一定會平仓 所以今天會有一點是回升的 我個人就對今天的回升 暫未可以叫做很快放心 除非今天下售的成交 讓我見到有1300至14億 真正賣東西 好了 基本上你看到都是紅色那些 就是以前被沽得多的 那些就下回來了 就是這樣 中日海洋石又下回來了 因為這個就被人買得多了 之前中仁壽買了 又下回來了一些 淹礦又下回來了一些 好,再跟著看看就是大市 大市方面來說 來到這個底 是穿了玻璃通道底的 就跟著彈上去 那這個彈上去 我就覺得 力度尚未夠 要什麼時候要夠呢? 這樣 你起碼要跟我到這些位 所以今天應該沒有了 除非下售就是 顯現神功 這樣涌上去 如果不是的話 就可能等星期五 會不會補到這個位子 那補邊的位子 很簡單而已 這裡 這個收視位 179 這個收視位 180 這裡的收視位 179 即是說 如果能夠 在星期一 或者今天 有奇蹟 升上去180 那就很不同了 特別如果今天下午 大約是200點子 或者120點子 都位 做到上去的 就非常好 不是呢? 是比較困難的 還要等到星期一 好了 今天有什麼可以留意呢? 留意的中國國藥 食藥 這陣子 藥股 比較不是藥股 是有支持的 在星期一 會不會補充 也會不會補充 這陣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